尘埃落定 杨明执教中国南岚 悬念揭晓 杨明宽慰 赵继伟送上祝福 北京时间9月18日 目前杨明已经正式官宣离开辽灵队了 但是起下家在哪里呢 目前还处于各种猜测的阶段 关于杨明的下家地址呢 外界也是流言四起啊 不知大家觉得杨明会不会去中国南岚国家队执教呢 那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目前杨明呢和辽灵队已经正式的分道扬镳了 而辽灵队呢也正式官宣 其球队的现任主帅呢是洛佩斯 所以杨明目前呢 也算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人身份了 我们知道啊 新赛季的CBN联赛呢 将在10月下旬正式和大家见面 那在这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呢 杨明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东西呢 个人认为呢 目前这个阶段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新赛季联赛呢即将来临 可以说超过九成的球队呢 已经实现了智容搭建 那到现在还没能找到教练的球队呢 几乎是没有的 因此在这个节目眼上呢 杨明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下家 还是有点困难的 可能在杨明没能续约辽灵队之后呢 这段时间杨明到底是复闲在家呢 还是说会去国字号球队任教呢 我们知道辽灵队起先给杨明的 三年合同薪资呢是非常低的 即使辽灵队后来给的续约合同价码呢 已经翻倍了 但是相比国庆队的一个普通教练呢 这份续约价码还是非常低的 所以杨明在辽灵队耗费时间的话 那还不如去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 看一看 就算是在国庆队当教练 最起码薪资这块也比辽灵队要拿得多 所以杨明呢也不单单只能选择在CBA指教 他还可以去国字号球队去寻求经验 履历经验丰富 也有利于杨明以后的职业发展 所以作为国字号球队的教练呢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此啊 摆在杨明面前的路呢 还是有很多条的 目前呢 也正值CBA联赛备战期 或许杨明呢 就可以去国家队指教 因为此时的乔帅呢 也正带着球队呢 筹备接下来的亚运会 那不管球队是否能夺冠呢 乔帅是有八九也得下课 毕竟呢 目前呢 蓝蓝世界杯中国蓝蓝的成绩呢 是惨不忍睹 之后呢 也将无援巴黎奥运会 并且往后的大赛呢 也是寥寥无几 而我们也知道啊 乔帅的工资呢 也算是整个球队里面非常高的 那在没有什么大赛 可以打的前提下 蓝蓝蓝也不可能傻到 一直供养着乔帅 那在杭州压运会 完美起初之后呢 乔帅如果下课的话 杨明正好就可以水到渠成的 做教练员岗位了 可以说杨明的薪资 可能都不如乔帅的一个零头 所以这样算下来呢 杨明应该是很乐意 去中国南篮国家队指教的 这份难得的职务呢 的确也可以让杨明的履历 更为丰富 更为漂亮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 CBA球队的主教练呢 是不能坚任国家队的主教练的 但是目前杨明呢 是自由生 所以现在的杨明呢 是完全有条件 去做中国南篮国家队的主帅的 不管是大家看好的 郭世强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教练 他们暂时呢 都没有资格去做 中国南篮国家队的主帅 毕竟他们现在 都有自己的职务在身 因此呢 是没有资格去兼任主教练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前提下呀 杨明也成了 唯一的主帅候选人了 那杨明会接过这份橄榄枝吗 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 杨明即使是带着球队 拿过两年冠 但是毕竟他还年轻 经验不足 更不是一个资深的老牌教练员 所以呢 他很大可能是左右不了国家队的更衣室的 因此呢 杨明呢 还需要出去再历练一下 如果杨明在一支新的球队 再历练两年的话 并且维持这种争贯的实力 那杨明或许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力教练呢 所以杨明是否会去中国南篮国家队指教 答案很显然是不会的 但是呢 杨明却很可能会去上海队这个资金雄厚的俱乐部指教 如果真是如此啊 杨明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毕竟上海队呀 可是杨明的老东家 如果年轻的杨明继续在一线带领球队冲击目标 那杨明一定也是打心底里开心的 祝愿杨明能在新的球队中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 也祝愿中国南篮越走越好